大家好,欢迎来到ePlan Electric P8教育版在线培训课程。 ePlan Electric P8是具有电气逻辑的CAE自动化设计软件,可面向图形和面向对象进行设计。 ePlan软件与服务将会带给您创新而实用的工作流程最佳解决方案。 选择ePlan将减少您的协作成本,增加您的工程质量。 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 第二节是由ePlan Electric P8绘制原理图1。 本节课程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创建业。 第二部分为面向图形的设计。 第三部分为面向对象的设计。 首先,我们先来学习创建业。 在创建业中,我们要学习 业导航器、业类型、业创建、业打开、业重命名、业删除、业复制、业编好以及业排序等内容。 下面,我们逐一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学习业导航器。 业导航器的作用是可以集中查看和编辑项目中的业及其属性。 业导航器的功能。 一,显示所有的打开项目。 结构标识符和图纸页。 二,通过筛选器快速查找指定页。 按指定规则限制显示。 三,页可以在图形编辑器中打开和显示。 四,创建、复制、删除页。 五,查看和编辑页属性。 六,导入、导出页。 七,可以对单页或多个页进行备份、编好、打印等操作。 通过菜单页。 导航器可以打开页导航器。 在导航器内可以进行竖结构显示和列表显示。 页类型。 E-Plan中含有多种类型的图纸页。 各种类型的页含义和用途不一样。 为了区别,每种类型的页前都有不同图标已是不同。 主要的业类行为单线原理图交互式。 多线原理图交互式。 管道及仪表流程图交互式。 流体原理图交互式。 安装板布局交互式。 图形交互式。 外部文档交互式。 总览交互式。 拓扑交互式。 模型视图交互式。 预规划交互式。 所谓交互式即为手动绘制图纸。 上述交互式图纸都是手动图纸。 设计者与计算机互动,根据工程经验和理论设计图纸。 另外,还有一类图纸是根据评估逻辑图纸生成的。 这类图纸称为自动式图纸。 端子图表、电缆图表、目录表都属于自动式。 页创建。 用户可以通过菜单页中选择新键。 或在页导航器中单击右键。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新键来实现创建。 输入页的属性值对话框为页定义结构标识符。 点击选项,进入完整页名对话框,选取结构标识符。 在页描述中输入此页的描述。 点击确定完成页创建。 页打开。 用户可以在页导航器中选择要打开的页。 点击菜单页,打开。 或在页导航器中单击右键。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打开来实现页的打开。 页重命名。 用户可以通过菜单页、重命名。 或在页导航器中单击右键。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重命名来实现页的重命名。 页删除。 用户可以通过菜单页、删除。 或在页导航器中单击右键。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删除。 经过确认删除来实现页的删除。 页复制。 用户可以通过菜单页复制。 或在页导航器中单击右键。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复制。 点击被复制的页想要放置的位置。 右键选择粘贴。 弹出调整结构对话框。 在调整结构对话框中,调整圆和目标的结构标识符来实现页的复制。 页编号。 页编号可以对项目中的页进行重新编号。 因此,项目中的页得到重新命名和移动。 用户可以通过菜单页、 编号。 或在页导航器中单击右键。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编号来实现页的编号。 页排序。 页排序可以手动对项目中的页进行重新排序。 在列表显示模式中,右键选择手动页排序。 对页进行手动排序。 手动页排序后,再进行编号。 重新打开项目后生效。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面向图形的设计。 在这一节中,我们通过设计一个简单的电机回路来学习面向图形的设计。 包括回路主设备、端子、电缆、中断点、批连接点。 首先,先添加回路主设备。 点击插入菜单,选择符号。 您可以使用IEC符号库。 也可以在右键设置的菜单中。 添加GB。 NFPA。 GOST等其他符号库。 在符号库中展开竖形结构。 根据描述选择您需要的符号。 我们在原理图中添加一个断路器。 和一个三项电机。 插入符号后,我们可以添加符号的各种参数。 进行各种设置以及正确选型。 双击已插入原理图中的符号,或点击右键属性。 在第一张选项卡中,您可以添加技术参数、功能文本、名牌文本、装配地点等参数。 在显示选项卡中,您可以自行设定需要显示在原理图中的属性,并可以规定显示的格式。 在符号数据、功能数据选项卡中,您可以了解到符号数据及功能数据的具体内容。 在部件选项卡中,请对该符号进行正确的选行。 接下来,我们添加端子。 在符号库中选择端子后,使用拖动的方式把一排端子放上去。 端子自动延续该行第一个端子的设备标识符,并对名称自动编号。 同样的操作步骤,完成端子的选行。 接下来,设计电缆。 在插入菜单中,选择电缆定义。 在红色自动连接线的左边和右边,各点击一次,即可完成电缆定义线的绘制工作。 同样的操作步骤,完成电缆的选行。 下面我们插入中断点。 L1 L2 L3 当绘制第二对L1 L2 L3时 系统自动显示关联参考。 接下来,我们学习添加T节点。 T节点是多个设备连接的逻辑表示。 通过T节点,E-Plan可以解释设备是如何互相连接在一起的,包括连接的顺序。 这些特性是生成连接图表、接线表和设备连接图表的基础。 斜着拉动T连接点。 自动地生成一组T连接点。 请注意T连接点的圆和目标。 双击T连接点可以看到,一、二都是目标,另一端为圆。 一个简单的回路就制作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黑核与结构核。 黑核是由图形元素构成,代表物理上存在的设备。 通常用黑核描述标准符号库中没有的符号。 电气设计过程中,遇到很多工作场景需要用黑核处理。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一个黑核。 首先,在菜单插入中,选择盒子连接点安装板中的黑核。 在电气图纸上,绘制一个长方形代表黑核。 在指定的属性内输入数值。 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接下来,我们学习如何插入设备连接点。 插入设备连接点的常规步骤位。 选择菜单、插入、盒子、连接点、安装板中的设备连接点。 设备连接点分为两种,一种是单向连接,一种是双向连接。 设备连接点附在光标上。 按鼠标左键放置在想要放置的位置上。 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您也可以插入企业logo及其他图片,或添加一些自由绘图。 并选中黑盒,点击编辑其他图片。 组合。 将黑盒中所有内容组合在一起,并可以对黑盒选型。 这样就完成了黑盒的创建过程。 结构盒。 结构盒表示隶属现场同一位置。 功能相近的或具有相同业结构的一组设备。 与黑盒不一样。 结构盒有设备标识名称,但它不是设备。 另外,结构盒也没有部件标签,因而不能被选型。 它是一种示意。 结构盒内的对象必须重新赋予在页数性中定义的页结构。 例如,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就好像重新把它画在新的一页上。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一个结构盒。 首先在菜单插入中,选择盒子连接点安装板中的结构盒。 在电气图纸上,绘制一个长方形代表结构盒。 利用项目已有的项目层级定义或新定义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的定义。 必要时在其他标签下输入数据。 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这样就完成了结构盒的创建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面向对象的设计。 在面向对象的设计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介绍APLA提供的各种导航器。 导航器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去浏览项目。 元件和设备以结构化的列表显示或层级化的视图显示。 导航器为集中管理项目数据提供的可能。 概括起来,导航器有四大功能。 中央管理器。 所有项目中的原件、设备、部件都集中到导航器中进行集中的编辑和管理。 报表生成的基础。 所有报表的生成都是评估导航器的结构。 导航器中的排序决定了报表中排列的顺序。 预设计。 可以进行项目的初始规划,不管原件、设备或部件放置是否在原理图上。 托拉式设计。 用户可以直接从导航器中将原件和设备托放到各种类型图纸页中。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学习一下托拉式设计的设计方法。 我们首先把项目数据中设备导航器显示出来。 通过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点击设备导航器中的设备,将设备从导航器中拖拉至图纸上。 松开鼠标,设备寄附在鼠标上。 选择设备想要被放置的位置。 点击鼠标左键,这样设备就很容易地被放置在图纸上了。 这就是导航器的托拉式设计功能。 本节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